好 接下來請蔡維文跟我們講一下華為 華為的子品牌榮耀 2023年在海外市場增速超過200% 不到10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在歐洲 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羅馬尼亞 多地實現3-7倍的成長 現在已經進入一個主流手機品牌了 因此現在有人說 它是已經變成世界的榮耀了 另外華為在第四個季度同樣也是大豐收 先來看到的是MAT60系列搶市場 另外在AI方面應用領先 自選車也是呈現一個爆發式的成長 同時呢 華為有跟長安汽車 簽署了投資合作備忘錄 即將要成立智慧汽車新公司之後 華為現在已經向賽利斯 奇瑞跟江淮 北汽 發出了股權開放邀請 並且還希望中國一氣集團來加入 蔡維文你怎麼樣來分析 我先說明一下榮耀不是華為的 它以前是華為的 現在不是 因為當美國開始打壓華為的時候 華為就陷入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這個時候深圳市政府出手幫忙 就把整個手機的榮耀 榮耀手機的所有的設備廠房 成立新公司 由深圳市政府整個買走 所以它能來維持在Android系統 它不在鴻蒙系統 那美國就不打壓了 所以它現在榮耀在這個新冠疫情結束 解封之後是有快速的成長 因為它本來在中國大陸就有基礎 中國大陸用那個榮耀的手機 在被打壓之前本來就有使用者很多 那在海外它就走傳統手機 然後價格便宜又好使用的 很平時的一個市場 所以成長率就快速成長 它少寫了一個俄羅斯 俄羅斯賣得更好 好 華為汽車 我應該這麼傻 華為做每一項EU都成功 而且賺錢 而且順利 除非被打壓 對 都做得非常好 但不要忘記 華為做汽車是一塌糊塗 而且失敗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華為讓所有的汽車廠覺得說 你要做汽車來跟我競爭 所以比亞迪啦 上海汽車啦 這種大汽車廠全部佩格他 我為什麼要鴻鴻系統呢 你有一天要做汽車跟我競爭 那我當然不用你的 所以華為在這個汽車市場上 這幾年來大概總共丟了 30億美金下去 就總收入回來只有20億人民幣 你可以知道他賠了一塌糊塗 也是唯一賠錢的單位 他現在終於醒過來啦 說我這個時候不做汽車啦 以前動不動 認真會講說我五年內不做汽車 我七年內不做汽車 現在斬釘截鐵 我以後絕不做汽車 我只賣你系統 所以他找了長安汽車出來 長安汽車本來就是軍工廠轉型的 那他做汽車都比較做低階的 就說來我們成立一家新公司 你佔15% 其他的汽車廠邀請其他汽車廠 什麼齊瑞 江淮 北七 你們大家來 那我華為佔的比例比較小一點 可能不到40% 讓你們真正的汽車公司佔60% 那我華為不做汽車 汽車交給你們管 我只賣你們車輛控制系統 就所謂的智慧汽車的控制系統 其他的阿彌陀佛 我跟比亞迪宣誓 我以後絕不做汽車 我跟最大的上海汽車 也說我不做汽車 要不然這大汽車廠 杯葛你的鴻蒙系統推不出去了 那這邊這幾個什麼賽利斯 奇瑞 江淮 北七 相對來講 在新能源汽車市場上 佔的規模不是那麼大 所以這表示華為賠了一屁股了以後 終於轉向再來 要主動跟汽車界來示好 不要讓汽車界覺得說 你要吃掉我的市場 我幹嘛跟你合作 所以鴻蒙系統在大陸上推不動 就跟這個有關係 他一開始如果像微軟 哎呀我絕不做電腦 我只賣你Windows 然後大概都會 大家每個電腦廠都會買 就像台積電 我絕不做晶片設計啊 我不會跟你搶生意 我專做代工就好了 你誰啦我都幫你代工 我自己不做品牌 才能打出天下來啊 那委員我一並想請教你的是 德國之聲有報導指出 中國今年將會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因為今年1到9月份 中國製造商總共向外國銷售了 340萬輛的汽車 日本製造商出口320輛 德國製造商的數字是240萬輛 那已經超過了 已經全世界第一了 就量就是用量數的出口量 中國第一大 那但是總金額還沒有第一大 因為他的車輛單價比較便宜 那這裡面要感謝美國 如果沒有美國幫忙 中國沒有辦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出口市場 因為俄羅斯市場整個騰出來 那東南亞市場又大幅成長 所以這兩個因素加上來 俄羅斯就73萬輛 對啊 所以感謝美國不是嗎 本來俄羅斯是不買中國車的 全部都買德國車 對 那這麼一來都要 德國車賣不進去 那沒辦法啦 都是中國車的市場 那當你消費者用習慣了 他不會改的 你放心 他不會改 日本韓國車也不賣 對 進不去啦 那亮哥你覺得這個數字 還會持續在往上攀升嗎 2030他們說會到800萬輛 年出口 所以就是比現在在增長 因為今年就超乎預期了 今年本來大概認為 大概接近400 結果他現在就已經超過了 還有兩個月 還有兩個月了 而且現在還是購買忘記 對啊 所以我說 他們估計2030要到800了 好 中東局勢的部分 我來問一下亮哥 這個是11月26號 美國的艾森豪號的航母使入波斯灣 當時伊朗立刻有派出了無人機飛過 然後針對這個美國航空母艦的打擊群 有發出警告 好 另外這個部分呢 伊朗的媒體有公布 所謂伊朗最新型的驅逐艦 叫做迪爾曼號 好 根據了解呢 這個部分就是伊朗海軍最新型的驅逐艦 已經在27號正式入列了 好 同樣的還要來觀察的 就是在這個部分 有美國官員透露說 武裝分子在夜門海岸附近 挾持後釋放一艘 跟以色列有關的郵輪 然後之後呢 被美國海軍逮捕了 前面那個都是威懾啦 這也沒什麼 因為美國也不想擴大戰爭 所以伊朗當然知道嘛 所以就用無人機做偵察跟肩 不過基本上不會有事啦 因為目前據了解哈馬斯已經 跟以色列在延長那個 人質交換的時間嘛 而且王毅即將去聯合國嘛 那所謂安理會的高階的會議 那美國應該也會參加啦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 還在談的時間內 不會有新的 具有這個質變性質的軍事事件 應該不會啦 那野門那個 野門那個是因為 他抓了一艘船 他背後老闆是以色列啦 對 可是那個船上的東西 都不是以色列的 老闆是以色列啦 可是這個就違反了國際航海法 所以本來就該抓 就是海盜嘛 所以本來就可以抓 這個要送國際刑事法庭 是啊 所以 他就是被抓到了 你覺得現在雙 各方面都是在做做動作 這個野門是已經發生的事件 所以美國協助執法啊 就是這樣 那 他也 他也那個技術不太好 結果被抓到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出口的步驟 讓身體健康 轉身後 有空捷 挑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